八十岁老母身负重伤住院 始作俑者竟然是老人最亲密的人 老人有五个子女 如今身负重伤被送进医院 老人身边却仅有一个侄子在照顾他 到底是怎样的恩怨情仇 五个子女都不愿意照顾受伤的老母亲呢 那么老人又是怎样受伤的呢 他们一家骨肉亲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眼前的男子就是老人蔡玉芬的侄子蔡厄远 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就是蔡玉芬 现年八十岁 她肩膀骨折 手臂多处轻一筷子一筷 至今住院已有一个月之久 老人还是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 手部创伤负责人廖魁告诉我们 蔡玉芬老人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左肩关节脱位 左肱骨刺脱性骨折 如今只能采取钢钉固定受伤部位 那么一个月前老人到底遭遇了什么 他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呢 据了解 蔡玉芬老人患有老人痴呆 她时而清醒 时而迷糊 记者和周围并有尝试询问 老人是怎么受伤的 老人却含糊其词 表达不清楚自己具体是怎样受伤的 据蔡玉芬的侄子蔡厄远描述 事发当天 老人蔡玉芬在长沙小女儿家中 老人的伤势竟然是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 故意为之 侄子蔡厄远得知老人受伤后 她第一时间将老人从长沙转到新少老家医院 老人已经住院一个多月 可小女儿却一次都没有来过医院看望老母亲 侄子蔡厄远说 老人的五个子女都在长沙生活 当时是她和老人唯一的儿子蔡花强 一起送来新少医院的 另外三个女儿 每人出资2500块钱治疗费用 只有小女儿蔡花青对老母亲不管不顾 究竟为什么小女儿会对自己的老母亲如此绝情呢 记者和侄子蔡厄远 一起来到了小女儿居住的小区 小区保安告诉记者 事发当天 蔡玉芬老人躺在地下车库里动弹不得 一个小时后 120救护车接老人去了医院 老人明明是在小女儿家生活 她为什么会伤痕累累 一个人躺在地下车库呢 老人侄子蔡厄远待 我们来到小女儿蔡花青家门口 无论大家怎么敲门 屋子里始终无人应答 电话也一直无人接听 可明明蔡花青夫妻俩的鞋子都在门口放着 可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开门沟通协商呢 两小时后 蔡清华的家门终于开了 眼前的男子是蔡玉芬老人的小女婿王莽 据她描述 老人受伤后 蔡家几个子女将她的家门踹坏 甚至不分青红皂白 将自己的妻子蔡花青打伤 可往往就是闭口不谈老人蔡玉芬受伤之事 那么老人的伤势 究竟是不是小女儿蔡花青造成的呢 往往坦言 事发当天 老人蔡玉芬和小女儿蔡花青 在家里发生了争执 老人一时不小心摔倒在地 才导致肩膀骨折 往往发现老人受伤后 她立马送老人去了医院 如果事情真的像王莽所说 那为什么小区保安却说 老人一个人躺在地下车库呢 王莽承认 妻子蔡花青 确实和母亲蔡玉芬发生了争执 当时妻子一气之下 将母亲赶出了家门 之后 几个姊妹一起对妻子拳打脚踢 妻子蔡花青 才不愿意去医院看望母亲 那么 母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 老人蔡玉芬的其他四个子女 要求王莽夫妻 共同履行赡养义务 而王莽夫妻认为 老母亲的财产都被他们霸占 自己没有分到一分一毫 理应由他们赡养老母亲 可是小女儿为什么如此狠心 不去医院看看住院的母亲呢 王莽说 其实无论儿子还是女儿 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可老人对其他子女有偏袒行为 而且对妻子小女儿甚是不公 难道小女婿王莽说的都是真的吗 眼前的女子是蔡玉芬老人的二女儿蔡花亭 她告诉我们 原本他们姊妹五个协商共同赡养母亲 可只有小妹蔡花青不愿意配合 不肯接受赡养责任 而母亲蔡玉芬去年年底突发脑溢血 小妹蔡花青一次都没有去医院看望 母亲出院后总是念叨小妹 于是姊妹四人一起将母亲送到小妹家 不曾想才住了17天母亲就发生意外受重伤 几个姊妹关系更加恶劣 二女儿蔡花亭说 母亲蔡玉芬42岁才生下小女儿 几个哥哥姐姐都比她大十多岁 基本是由姐姐们带大的 从小到大任何事都会迁就 让这最小的妹妹蔡花青 以至于养成了现在霸道的性格 可这也不能成为蔡花青对疼爱自己的母亲动手的理由吧 难道事情的背后另有隐情吗 据二姐蔡花亭描述 十多年前 新少老家的田地卖了八千块钱 这些钱一直由大姐保管 这引起了小妹蔡花青的不满 蔡家五姐弟都定居长沙 生活条件还算富裕 怎么会为了区区八千块钱 不念血浓与水的亲情呢 难道另有隐情吗 这个个子矮小 杂一小便的女子就是小女儿蔡花青 她的情绪非常激动 并且愤怒地表示 无论如何她也不会对自己的母亲动手 可蔡家另外几个姊妹都一致认为 母亲的伤就是小妹蔡花青造成的 这会是真的吗 据蔡花青描述 事发当天 蔡花青和几个哥哥姐姐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蔡花青一气之下 让哥哥姐姐把母亲领走 母亲在下楼时自己摔伤了胳膊 在气头上的几姊妹也没有发现受伤的母亲 双方不欢而散 之后 母亲蔡宇芬才被好心人和王莽送到医院治疗 那么 骨肉相连的姊妹究竟有什么恩怨情仇 连受伤的母亲都顾忌不到呢 蔡家长辈去世后 侄子蔡厄远最大 她和几个姊妹协商轮流赡养母亲 可唯独小女儿蔡花青拒绝配合 她表示不愿意承担赡养母亲的义务 蔡花青指责表哥一个外人无权干涉他们的家事 那么深受母亲疼爱的蔡花青怎么会如此绝情呢 赡养父母不应该是每个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吗 原来 在蔡花青心里 母亲有一笔存款在大姐手里 而在蔡花青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母亲和姐姐却没有伸出援助之手 以至于小妹蔡花青怀恨在心 可蔡家其他姊妹表示 她们并不知情 这是怎么回事呢 蔡花青告诉我们 在2014年 她因为买房负债20多万 姊姊妹也袖手旁观 她们夫妻俩也不好开口向其见 可在她们生产二胎时 由于是早产 需要及时放宝温香救治 可当蔡花青夫妻求助姊姊妹时 却遭残忍拒绝 这才导致儿子出生一个礼拜就夭折 蔡花青夫妻俩 一致认为是姊妹的狠心 才导致儿子夭折的 可这些跟母亲并没有关系啊 夫妻俩为什么会不愿意赡养母亲呢 蔡花青夫妻固执地认为 儿子的夭折 和母亲的赡养问题混为一谈 偏激地认为 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 姊妹选择袖手旁观 现在又跑来 要求她们赡养母亲 夫妻俩认为 当初姊妹不仁在先 现在就别怪她们不义 赡养老母亲一事 她们也没有那个义务 可她们却忘了 赡养父母 是每个子女尽的责任与义务 据王莽夫妻描述 她们唯一的儿子 明年就要参加高考 老人住在家里 晚上吵闹不止 儿子无法正常复习 所以她们愿意 以出钱的方式来赡养老人 可那几个姊妹 非要将老人送到 小妹蔡花青家里生活 所以才导致姊姊妹的矛盾 越来越深 蔡花青告诉我们 其实在母亲来家里之前 她们夫妻俩 早已经给母亲 准备好了轮椅和纸腰裤 蔡花青心思细腻又敏感 她既埋怨当初 姊姊妹 在自己危难时刻的袖手旁观 又担心母亲的晚年生活 她也心知肚明 是姊妹之间的自私自利 影响了老母亲的晚年生活 因为蔡花青的二胎儿子夭折 姊妹之间 再也没有信任与亲情可言 血浓于水的亲人 更像是仇人一般 更是互相赌气 不管不问 还在住院的八十岁老母亲 那么 最终这一家人的恩怨情仇 还能兵事前嫌吗 蔡玉芬老人 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回忆 她和小女儿蔡花青之前关系 一直很好 无话不谈 可当小女儿向自己所求金钱时 老人表示自己无法一碗水端平 再加上家人对她的一再宠爱 以包容 还会养成了现在这样自私偏执的性格 提起小外孙的夭折 老人也十分痛心 可就是因为小外孙的离世 才让这对母女有了无法磨灭的隔阂 至于小女儿所说的困境 老人表示她并不知情 血浓于水的亲情 作为一个母亲 她又何尝不想和女儿重归于好呢 最终双方决定在司法所进行调解 蔡玉芬的侄子蔡厄远表示 老人蔡玉芬在其他子女家居住的时候 都照顾得非常好 可偏偏在小女儿蔡华青家时发生意外受伤 而且在老人住院期间 蔡华青一次都没有去看望母亲 蔡厄远要求小女儿蔡华青 承担老人一切医药费 那么蔡华青她会同意蔡厄远提出的 这个医药费要求呢 蔡华青是一个性格固执的人 她仍然对姊妹之间过往的恩怨耿耿于怀 由于母亲之前在自己家中摔倒受伤 其他姊妹都把老人受伤的矛头指向自己 所以蔡华青表示 为了不让事情重蹈覆辙 她愿意每月支付一部分赡养费用 但是不希望母亲再来自己家生活 可是父母含辛茹苦将子女抚养长大 他们老了 体弱多病呢 为人子女的又怎能推卸和逃避养老责任呢 调解员表示 蔡家姊妹几人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是母亲蔡玉芬的治疗问题 第二 护理问题 第三 后续赡养问题 可怜天下父母亲 你小时候我是你如命 我能养你们十个八个 而我们的初心不是自己老了有所依靠 更重要的 你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宝贝 而如今我老了 生活不能自理了 你们却推三阻四嫌弃我 这是何等的悲哀啊 最后 王莽和妻子蔡华青表示 他们愿意承担老人的五分之一的赡养费 以及百分之五十的医疗费 但前提是 姊妹几人必须赔偿两千元的门锁费 和精神损失费 也必须要分到老人五分之一的财产 蔡华青夫妻是无知的 他们竟然把继承赔偿和赡养混为一谈 他们又怎能忘记 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郎黎接到司法所所长黄天鹏 大声呵斥王莽夫妻 赡养老人是你们的义务 不是你们想不想承担的问题 这时 王莽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他歇斯底里地哭诉 对小儿子的夭折 他把一切责任都怪罪在几子妹身上 由此可见 他的内心是多么的脆弱与敏感 对过往的恩怨耿耿于怀 钻牛角尖无法自拔 他固执地认为赡养岳母 是对其他姊妹的妥协 却忽略了作为子女 应该让父母亲老有所依 最终调节以失败告终 郎黎接到司法所所长黄天鹏表示 父母是生 我们养我们给我们生命的人 这个世界只有子女欠父母的 父母不欠任何子女 为人子女的 就应该毫无疑问去孝顺父母 赡养父母 这个没有任何理由 更何况赡养老人 是我们做子女的法定责任和义务 让父母能够安度晚年 是我们每个子女理所应当的事情 我们还是一个只会啼哭的婴儿 父母一把屎一把尿 又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将我们养大成人 为了养大儿女 奉献了自己所有的青春 为人子女的 又怎么能忘了父母之恩呢 我们更应该好好珍惜 父母还健在的日子 父母在家就在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不要等失去了再去想念 去后悔去遗憾 记住了吗 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故事 大家有何感想呢